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整理島上了 我們上次把本島的區域整理完了 這塊島上有服務處、雜貨店、裁縫店 與博物館 我們還做了一個小小的冰店 這次我們要整理的是地圖上的這個區塊 這裡也是機場的出口 我想在這邊打造一座度假飯店 以及在飯店上班的捷克的家 大家都知道捷克的房子內部是個辦公室 為了符合他的設定我要讓他繼續在這座島上工作 那我們開始動工吧 我先用樹叢把飯店的範圍給圍出來 我想鋪一段路從機場門口到飯店門口 我找到了一個作者的石塊路還蠻好看的喔 我打算用他的設計來鋪這一段路 另外我也發現他畫的木板看起來也很實用 所以我也一起下載下來了 之前我島上也有下載過來自日本作者製作的石頭路 剛好可以跟這個設計混搭著使用 飯店門口也能鋪剛才下載的木板設計 把露營地招牌放在飯店門口 來向觀光客表示歡迎來我們島上露營喔 但比起住站棚我們飯店更舒適喔 裝飾個很難受的藍獸金魚 旁邊這一塊地我想來製作高級飯店會有的游泳池 我也找到了一個很棒的泳池設計 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三種泳池的瓷磚顏色都有做喔 這個設計分成瓷磚、泳池的水、燈光、排水孔 大家可以依自己的需求來使用 再來製作中 鋪號後我們再放上相對應顏色的泳池 角落裝飾個黃椰子 放個抱枕與氣泡飲料在岸邊 加個泳池躺椅與泳圈後泳池的部分就完成了 房子旁邊種植一些灌木 飯店一定要有的販賣機 左側我們來裝個路燈的裝飾 接著我要使用這個水走道的設計鋪在這條小路上 並加裝地燈在上面 飯店前的私人沙灘我先來種個椰子樹 左邊種一棵大的 右邊這邊預計來種植一棵L大小的 右側走道我們也鋪上水走道的設計 加裝地燈 四周我們再種一些白色的波斯菊 為了讓飯店外觀跟旁邊的景色相符 我先把房子改成這樣的配色 改完顏色後整體景色就變得很融洽了吧 我們再來加強一下房子左側的空間 花園昌椅 黃金箔 最後再放個棕櫚樹燈 這塊基本就完成了 那我們再來把私人沙灘的部分布置完成吧 沙灘金 沙堆城堡 我做了一個波斯菊花灑 想做個淋浴沖洗區 我們再使用剛才下載下來的木板 鋪在這邊當作走道 用橫條柵欄當作隔板 沙灘上我們再鋪上剛下載下來的石塊 接著再擺上波斯菊花灑 這邊也就完成了 為了搭配周遭配色 我們把棕櫚樹改成原本的自然色 最後放上椰子汁 這一塊也就完成了 這樣飯店的佈置就完畢啦 接下來就是傑克的家了 我想要在傑克家旁邊蓋一座橋 我一直很想要做房子旁有一座橋的景色 剛好可以趁這個機會來做 在我的想像圖裡面 這座橋應該要是一座拱橋 那我覺得石橋非常的適合 房子旁邊有座橋是不是很漂亮呢 再來配合石橋的花色 我想要來鋪石磚地板 在後面的橋有個缺點 那是原來的 就是這邊的地板沒辦法鋪欸 看了很難過 後面的橋有個缺點 就是這邊的地板沒辦法鋪欸 看了很難過 在後面的橋下還有一個缺點 現在有一個缺點 接著我們使用跟傑克房子外觀很合的西洋風柵欄 幫傑克圍出他家的範圍吧 我想要營造出居家感 這邊我先放個曬衣架 擺個顏色有點舊的鑄鐵木崖桌 上面擺放仙人掌組合跟玻璃盆栽鑄鐵木收納推車 左邊最內側放個割草機 傑克家長好像有點太窄了 我再重新幫他圍一次柵欄 重新規劃後我覺得門口右側很適合種植一棵樹 我預計讓他長成可愛的闊葉樹M就可以了 門口擺個雨傘架 即將要丟棄的垃圾袋與回收的舊書 超級有生活感的 再來放個鑄鐵木DIY桌 加強傑克的理工男印象 地面擺個散亂的紙張 再裝個擠水器 擺個多肉植物裝飾 加裝一台洗衣機 這塊地我想讓傑克可以走進來活動 所以我不想再放更多東西了 但這樣子看起來好像又有點空 所以我用陶磚地板鋪個隨意的圖形 呃…撐一下場面了 然後再種植一下白玫瑰 這時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由於選用的傢俱高度都差不多 導致整個畫面看過去太平面了 所以我把篩架改成比較高的鑄鐵櫃 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好多了 這邊的小空間我們再來放個路燈 再用這個石頭路的設計 幫傑克家門口鋪下走道 連翹花放在這邊 傑克家也就完成了 再來我們把兩邊的馬路給連在一起吧 傑克家右邊這裡還有一小塊空地 我們來把它做成打卡景點吧 放上這區塊的豬腳大衛像 先沿著河岸種植棺木 並在它旁邊種下得來不易的琳琅花 五星級的喔 圍上婚禮柵欄後這塊區域就完工啦 好 超有大小的石頭 这块地图其实还有一小块区域还没完工 之后预计会在这边制作成饭店附属的野外露营地 但在制作露营地之前 下一集我打算先布置史培亚的家 今天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对今天的影片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或者是帮我按个喜欢 我们下次改道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